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啊 我个人是非常的期待 它可以说是一道这个家庭版的 而且营养价值很高的 富有仪式感的一道菜 呀 仿佛我现在已经闻到了这个食材的香气啊 有请一下我们本期嘉宾 袁立群 袁大厨 你好 袁大厨 你好 特别开心这个袁大厨 今天啊 作为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哪道美食呢 给大家带来一道那个金瓜鸡头米会真菌 袁立群 谭家菜第四代传人 西安国际会展中心行政总厨 今天 袁立群使用了一些 我们陕西人不太常见的食材 并用谭家菜的制作手法 来制作这道金瓜鸡头米会真菌 谭家菜素来讲究原汁原味 注重火攻 菜品鲜美 口感醇厚绵润 尤其是这鸡汤的制作更是一绝 下面我们就跟着袁大厨来领略一下 谭家菜的讲究 所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小金瓜 鸡头米 黄耳 羊笃菌 蟹味菇 白玉菇 杏鲍菇 鸡汤 汁子水 盐 糖 鸡精 这个就是鸡头米 对 是的 就是新鲜的芡食应该叫 新鲜的芡食 它可以说是药食同源 对 是的 营养价值是非常高 非常高 老人小孩吃了是可以补身体的 对 而且据说里面还有丰富的维生素B12 对 是的 是的 没错 一会儿我可以来品尝一下 鸡头米产于苏杭 有水中人参的美誉 具有补皮肾 去湿止蟹 补虚烙的功效 很适合秋季进补 今天食材要好好给大家说一下 那个是 黄耳 黄耳 这个到我们不太多见 这黄耳产在云南比较多 西藏也有 它是在离南木上产的 对 它本身的颜色 就是这个黄颜色 本来就是黄颜色 非常的漂亮 这是新鲜的 还有甘质品 黄耳具有提高机体代谢和肝脏解毒 以及抗衰老 降血脂 胆固醇的功效 当然 秋天来吃还具有化痰止咳的作用 那它应该是属于是什么 菌类 菌类的 是的 属于菌类 所以说我们今天你看光菌类就有很多种 我们会的是真菌 真菌 所以说这个汤应该出来很鲜 对 而且因为到了秋季了 我们要吃真菌了 而且瓜类也正好也都非常成熟了 对 我们要说一下这个 这个是小金瓜 小金瓜 好可爱呀 特别可爱 这个一会儿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切开 对 要切开 然后作为一个容器来使用 是的 那这个就是要蒸了 要蒸 特别好看 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应该很喜欢 既可以吃我们也可以当成这个容器 好 我们现在开始做 我们先把这个小金瓜 我们先给它处理一下 是要雕刻吧 要雕刻 这个可是个技术活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道菜呢 可以说是营养价值又高 然后又有盐 又有盐值 这个在家我们自己好弄吗 在家你没有这个刀 你只拿一切就行了 直接切开 直接切开就好了 一切啊 对 这样切的好处呢就是好看一些是吧 美观嘛 美观一些 然后里面呢 然后我们把瞑给它刮出来就好了 要把里面的瞑刮出来 好了 真好看 像个小帽子一样扣在上面 打开啊 顺道时候我们把这个鸡头米也一块蒸一下 鸡头米也一块蒸啊 对 蒸一下 好 我们要上楼蒸 这个大概要蒸多久呢 这个瓜比较小 我们先蒸个七八分钟看一下 先蒸七八分钟看一下 因为这个瓜呢 相对来说比较薄 咱们到蒸的时候呢 咱们看五分钟啊 六分钟的时候 拿个蒸去 拿个筷子稍微炸一下 看软了没有 看软了没有 看透了没有 透了就可以了 好 看我们蒸这个小金瓜的时候 里面放一点水啊 对 这是一个小方法 蒸的时候呢会比较嫩一些 比较软 对 那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呢 我们下来把这些菌来上面处理一下 好 我们先从黄耳开始处理吧 黄耳 对 黄耳呢除了我们今天做汤来使用 平时在家有没有一些其他烹饪的一些新的方式方法比较鲜美的 你喜欢吃刺身吗 刺身 还比较喜欢 直接吃就可以了 这刺身直接可以吃的 直接是可以食用的 不会中毒 就直接蘸那个 对 芥末 酱油就可以了 酱油就可以了 绝对可以了 然后你那个 如果炒菜也可以的 炒露笋啊 炒百合啊 都是可以的 炒菜可以放一点 对的 稍微一出水就好 我发现这个黄耳的这个菌类的这个味道还是比较浓的 对 而且它呢富含蛋白质脂肪和矿物质啊 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嗯 酱油菌呢也是一个相对来说高档的食材啊 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菜呢 呃是给展示给大家 就是说你在家里面你放各种菌类都可以 嗯 你可以用点别的菌 你喜欢的菌 比如说香菇啊 对 都可以用 都可以放到里面去啊 接下来 袁大厨把蟹味菇 白玉菇 杏鲍菇 都处理成一样大小 紧接着要进行下一步的操作了 五种 五种菌类 嗯 五种菌类 菌类呢还是要一定要做熟的吃 尽量做熟的吃啊 除了黄耳它是可以生吃的啊 做熟的吃 焯了之后一会儿我们还要给它稍微拿汤味一下 要不然呢 那个你拿水焯的时候这味比较滑 我们稍微焯的时候稍微加点盐 少许的盐 少许的盐 然后有点底味 袁大厨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 呃有没有一个菜系 呃这是用弹家菜的农汤做的 应该是弹家菜 做弹家菜 属于弹家菜 是的 弹家菜呢形成于清朝末年民国初年 啊 它是一个榜眼菜 它是弹东郡所创 弹东郡父子所创 它呢是清朝最后一个榜眼 所以叫榜眼菜 啊 啊现在我们已经出好了水了 然后现在呢我们要拿那个汤 摆这个菌类喂一下 哇 它为什么要喂一下呢 让它这个汤的味道进去啊 进到里面去 然后呢 让那个菌类呢 更加的鲜美啊 这是弹家菜的一种做法 弹家菜一般都会摆 摆这个鸡汤呢 先烧好 呃弹家菜一般的就用老鸡 和老鸭来吊着这个汤 然后会最后呢会加入干贝 就是瑶柱和火腿来调这个汤 瑶柱和火腿 然后老鸡老鸭来调这个汤 是的 哇能不鲜美吗 我们加点味道啊 加一点盐 加一点 鸡 鸡精 鸡蒜 每次元大厨来的时候呢 都会自己调一点这个高汤啊 而且我发现每次这个高汤 它都是不同食材来喂出来的 呃 汤一般的来说主要就是鸡和鸭 然后用是粤菜呢 它会会加一些肉进去 嗯 不一样啊 不一样的啊 弹家菜呢 一般它就是吃鸡 就吃鸡的鲜味啊 吃鱼呢 吃鱼鲜啊 它没有其他的味道 来遮改这个菜的粉质的味道 好 把这个菌放在鸡汤里面啊 对 这个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要是在家里头啊 嗯 没有就是像这个元大厨做这个鸡汤这么专业 那我们平时就是自己在家保密鲜的鸡汤行不行 可以啊 嗯 这次呢 我已经带回来汤来了 等下一次我再录节目的时候 我给你做一回好不好 好的 再保一次口服 好吧 再把这个煲汤的这个过程给大家展示一下 弄一个家庭版的鸡汤 好吧 这汤呢就是让这个味一下 让它把这个味道进去 进到这个菌里面 嗯 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关火了 对 先放在这里 可以用 好 登登登 时间到 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小金瓜 软了 哦 软了 嗯 是吧 可以 一掐的软 反正立刻硬的还是你掐不动的 对 给你弄它是你看 在里面晃了 对吧 鸡头米的 咱们新鲜的鸡头米已经也蒸的也差不多了 你看 它已经都非常圆热了 都已经胖胖的了 嗯 是吧 开口了感觉 啊 有的已经开口了 那我们都可以拿出来了 就可以拿出来了 你不怕烫吗 呃 做厨师的一般都练出来 哈哈 远大厨职业就坐这锅里拿着 我说是不是还要拿个夹子 我给你吹一吹 颜值很高 是吧 对 一会做完了 我不但要尝一下 而且还要把这个 我们的美食 照片啊 视频 发到我们的这个 过来网的这个新媒体上 好 加点盐 加点糖 嗯 加一点料酒 因为那个汤呢 因为它很浓 所以说呢 它就会有 可能凉的时候会有一点腥味 所以我们加点料酒 把这个腥味稍微去一下 就一点点料酒 一点点料酒可以了 嗯 因为它的汤很鲜 刚才就跟你说了嘛 这个汤它为什么要冲四十分钟 或者冲一个小时 它就为了把这个水分冲出去 让汤浓 最后你吃 喝掉之后 它就会有黏嘴的那种感觉 对 黏黏的那种 对 更浓稠一些 是的 我们的这个菌类哈 对 让这汤 让它这菌类这个味道 鲜味也在这个 我们这个汤里面 融入到这个汤里面去 让汤里的鸡的味道 融入到这个 菌类里面去 对 让这个我们的高汤呢 跟菌类它的互相借一个味 对 是的 来融合一下 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放到我们的 容器里面 把菌类放到容器里面 对 哦 鸡头米 对 我们鸡头米还没有 放在高汤里面 对 放在高汤里面 让它稍微浸一下味道 最后出锅我们 勾一点芡 对 勾一点芡 汤汁更浓郁一些 来大火煮开 这样基本可以了 我们稍微加一点 颜色 让它漂亮一点 嗯 这个不是色素 这个是枝子 我们平时用的枝子 黄枝子水 如果你家里要是 有藏红花的话 蒸点藏红花水就更好 藏红花水 这个是枝子水 就更好 这是枝子水 就我们在家里用 咱们枝子水就可以 颜色好看 对 好看 颜色更漂亮 黄黄的 怎么样 这道菜就是把 谭家菜 鲸鱼高汤老火烹饪 原汁原味 口感醇厚绵润的特点 发挥的淋漓尽致 但就这八小时 用多种食材 熬着出的鸡汤 就是功夫 加上原大厨的精心 选料烹饪 成器的搭配 更是美轮美奂了 接下来呢 到我们的品尝时间了 我们已经提前用工赏 把汤品已经分好了 好鲜呀 不错不错 果然是大厨 还是不一样 懂得来说 这道菜呢 它应该属于一种 咸鲜口感的 而且我是觉得这个菌类啊 跟这个我们的高汤 这个鸡汤 借了个味儿 味道就更不一样了 是 这个鲜度就更浓一些了 对 这个鸡汤是很浓的 而且你加上这个鸡头米 鸡头米本来就它是一个药材嘛 对身体非常好 它就不管是 你的胳膊痛啊 哪痛啊 它都对我缓解的作用 所以说放在一块 是很好的一道食材 而且呢 我们刚才看到了 我们这道菜里面 它有这个鸡头米 有这个菌类 还有这个小金瓜 对吧 所以说它出来呢 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 一个鲜味在里头 对 就是咸鲜口感的 然后这个菜呢 刚刚已经说了 就非常有仪式感 大了的容器呢 我们可能就是比较适合 家庭版的 对对对 人稍微多一点 一家人来吃比较合适 这个就很有仪式感 如果呢 你要是 比如说宴请朋友啊 在家 一人来一位 感觉非常好 到酒店也是一家 打刺一下就不一样了 好 如果你也喜欢这道菜的话呢 不妨在家里 我们也协作一下 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道金瓜鸡头米 会蒸菌的制作步骤 第一步 小金瓜雕刻成一个成器 里面装水和鸡头米 一起上锅蒸 蒸至南瓜变软即可 第二步 所有菌类切成小块 焯水煮熟捞出 第三步 锅内盛入鸡汤 调入盐 鸡粉 把菌类微煮一下捞出 第四步 锅内放入鸡汤 调入盐 糖 料酒 再次把菌类用高汤焦热 盛入金瓜 第五步 鸡汤里放入芡时 微一下 勾芡 放入蜘子水调色 盛入金瓜 制作这份金瓜鸡头米 会蒸菌 要花费的更多是功夫和心意 精心的选料和烹制是无价的 当然 制作一列的费用 大约花费三十元 欢迎继续收看 陕西广播电视台 好管家 我是金心 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冯大厨 冯大厨您好 您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西安的一家北京餐厅 我叫冯之江 住手也好 冯之江 冯大厨您好 我今天带来的一道是 经典的山东卤菜 蜜汁酥皮香 卤菜也是咱们的八大菜区之一 就更经典一些 那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制作这道美食需要的食材有哪些 制作这道 丝除蜜汁酥皮虾 所需要准备的食材有 大青虾 坚果碎 番茄酱 蜂蜜 苹果醋 桂花糖浆 干桂花 玉米淀粉 第一步呢 是从咱们开虾背 开到三分之二的地方 然后呢 咱们取虾蟹 好嘞 虾蟹 对咱们虾蟹取掉 去完虾蟹呢 然后把里边的虾脑挤出来 然后取出虾脑的话 它会砸得特别脏 油炸之前要把虾脑去掉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主要出来也是防止脏油吧 那我想问一下冯大叔 这个虾脑到底有没有营养啊 有营养的 比如山东一道精甜 精甜卤菜 它叫大虾烧白菜 它主要就是拿虾脑 虾脑里边的这些香黄 对来烧着这道菜 好了 我们现在把虾呢 全部清洗了一遍啊 干干净净的 接下来呢 咱们清洗干净 然后刚才拿水洗过之后 它有水分 拿纸呢 把它给它蘸干 我看你这边是烧的油啊 是的 油量比较大 油温大概要烧的几成 油温在六成左右吧 今天我们用到的油呢 是高原小的味更香的 长安花菜籽油 咱们洗完水分的虾呢 然后再拍一层玉米淀粉 它炸出来特别酥脆 对 直撒的这个切口处是吧 对 切口就是它是 就是一个 起了一个保护肉的作用 哦 虾壳处就不用了 对 虾壳它本身是一个 它本身就是一个 保护虾肉的一个作用的 好嘞 我以前对这个山东卤菜的印象啊 就是黑乎乎黏乎乎 看起来不算太精致 但是呢 它的做法工艺机器 烤丘 像丁丹这道菜 我感觉它做出来 好像看起来挺精致的一道菜啊 你看有麦片 有番茄 我看你都改好刀了 感觉是一道那种偏西式的菜 所以这道菜是在原有的 基础上是有改良过是吗 通过一些西菜 西餐的一些口味吧 更添了一些 比如苹果醋 蜂蜜 哦 所以它出来之后 跟我们传统卤菜的这个味道 是不太一样的 是吧 相信来说 传统卤菜一边 看着都是比较发黑的 我们这次呢 然后做了一些更新 我们选用了这个 番茄酱 给它起到一个增红的作用 咱们油温差不多了 咱们就可以开始下虾了 好嘞 所以在炸制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注意不要让油把自己给伤到 哎 好 这炸到什么程度呢 咱们呢 这个炸虾一封 封三次炸 哦 一次呢 炸虾呢 主要让它定一个形 炸制大概在 30秒左右 好 一条数着30秒 让它 虾呢 定个形 好 咱们把它捞出 再二次呢 升高油温 嗯 一般我们炸虾 好像我见的都是炸一遍啊 今天为啥我们炸三遍呢 主要是让它的酥皮 更脆 更脆的感觉 所以这道菜的灵魂步骤 就应该是炸虾了 就让它酥皮 虾这皮一定得是酥的 哦 明白了 而且要控制好时间 不能让虾过于老 嗯 因为咱们要炸三遍 要特别控制好时间 对 第二次呢 咱们就控制在20秒左右 哦 20秒 那就又可以了 对 让它有一个熟成的过程 嗯 炸过了就老了 这皮就不酥了 快捞了 哎 20秒到了 第三遍是 第三遍呢 油温稍微高一点点 再高到 咱们升到200度左右 哦 那就气成的样子 油炸的东西 大家觉得油炸 哎 就是一遍出来 就是酥酥脆脆的 不是的 你这个是炸一遍 炸两遍 炸三遍 每次的油温不同 它出来的口感也不一样 是的 差不多了 咱们炸第三遍 第三遍一定要快哦 十秒 对 一遍比一遍的时间短 是的 这就是它能起到 酥皮的一个关键点 好了 这彻底酥脆了 少加一点点油进去 好嘞 我看咱刚才这虾在炸之前也没有腌制 也没有腌制 所以说咱现在就是给它上味了是吧 是的 然后再咱们倒入咱们的一汁 哇 这个放入蜂蜜一翻炒 它就起糖泡了啊 是的 咱们把它炒 稍微炒一下 让它挥发一下水分 让它有浓稠的感觉 这样能更好的包裹在这个虾肉上面 咱们把这个汁水让浓稠了 然后给它翻炒 让它裹均匀 让它不要在锅里面停留太久 因为它会回软 嗯 接下来这就该摆盘了 是的 来吧 这个会不会时间长了 它这个皮就不酥了 是的 然后就是炸出来 尽快测热吃 好嘞 那在那个传统卤菜里这道菜也是要放蜂蜜吗 以前是不放的 以前是炸出来之后怎么吃呢 它是一种酱油 然后酱油醋 然后兑出来的一个 糖醋汁 对糖醋汁 相当于是把这个汁换了是吧 是的 这么小清新的卤菜 明明像是一道南方菜啊 好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大虾营养丰富 高蛋白低脂肪 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 对于大虾的做法呢 也是花样百出 有人追求虾肉的鲜甜抠痰 也有人追求外壳的酥脆掉渣 这道丝除蜜汁酥皮虾二者兼有 冯大厨经过三次高温炸制 将虾壳的酥脆做到了极致 而选择的虾呢 足够新鲜 因此保持了虾肉本身的鲜美 三次跟热油短餐的接触 也让虾肉内部发生了微妙的分子变化 肉质变得Q弹又嚼劲 加上专业大厨摆盘的加持 顿时让这道菜有了吃不起的感觉 除了造型 这道菜的味道全在大厨调制的那一碗蜜汁里 学会了调制这碗蜜汁 掌握了三次油炸的温度和时间 这道菜出现在您家的餐桌上 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来吧冯大厨 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 尝尝味道怎么样 我们用公块已经分好了 文明用餐 健康生活 看看这个皮酥不酥啊 大家听一下从我话筒里传来的声音怎么样 这道菜真的是不错啊 以前吃的都是这个炸过的虾裹在沙拉上面 今天吃的是用蜂蜜裹的感觉味道又不一样 而且感觉蛮好吃 首先吃到嘴里之后就是酥脆 相信大家已经从我的话筒里面听见了 炸过三遍的虾跟炸过一遍的虾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炸过一遍的虾出来虽然是酥但它有点偏硬 炸过三遍的虾每一次油温升高时间缩软出来之后 它就是很酥脆 到了嘴里之后你会觉得像那个薄薄的鸡蛋壳一咬它就碎了 但是很脆很脆 这是口感 然后虾中间很嫩很嫩 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 这是虾的口感 然后从味道上来说呢 甜甜的 带一点微微的酸 还带一点微微的咸 外面酥酥的里边软软的 而且还有一些麦片的香味 特别适合老人小孩来吃 而且也一改了我对于鲁菜的一种传统的印象 其实现在我们很多菜系 它都在不断地发展跟创新 在原有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 让更多的人去接纳它 让世界各地的人去接纳它 这个也是传承的一种精神 是不是 是的 好 也再次感谢冯大厨 今天把一道传统的鲁菜 经过自己用心的改良之后 变得更加时尚年轻了 让更多的人喜欢了 特别感谢你平时的这些用心 来也为我们鲁菜的传统发扬 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非常感谢您 也希望您常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美食 好的 好的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道 撕出蜜汁酥皮虾的制作步骤 第一步 大虾 开背 去虾线 清洗干净 第二步 开背处沾上玉米淀粉 七成油温 下锅炸三十秒捞出 二次升高油温至八成 下锅炸二十秒 三次升高油温至八成 再炸十秒出锅 第三步 锅里留上少许的底油 烧番茄酱 倒入用蜂蜜 苹果醋 桂花糖浆 干桂花调制的蜜汁炒至粘稠 裹在炸好的大虾上 这道撕除蜜汁酥皮虾就做好了 管家小账本 做这道菜总共需要花费三十五元 现在的快节奏生活 让许多年轻人大大减少了 健身锻炼的时间 逐渐养成了懒惰的坏习惯 长期久坐也导致健康出现问题 其实只要大家重视起来 锻炼的方法就有很多 在这里面给大家分享两个简单的小方法 比如说 跳绳 那很多办公室肯定说了 是不是需要买个绳 不需要 跳坐跳绳之中动我就可以了 不论是胆跳 是爽跳 或者蹦跳 都可以 这是一种简单的方法 在办公室也没有响声 也不会自己绊倒 因为我们上班族 很多人做的时间比较长 有时候炎花脑脏 另外一个得颈椎 抵腰 颈椎病 腰椎病 复发力就确实比较高 另外一个坐着实验场 容易造成胖 这个简单的订阅动 就可以缓解我们身体上一些疲劳 身体上一些不失 这是其中一种方法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 就是叫一米俯卧层 俯卧层大家都知道 我在地上一啪 俯卧层 但是这个大部分是接受不了 为什么 上次如果臂力不好 或者行病功能 他就减死了 另外还容易受伤 而一米俯卧层 每个工作人员 上半桌子 都有办公桌子 就是桌椅 付出自己桌子 咱这桌子 基本上是一米左右 在这个桌子上 做什么 做俯卧层 这个俯卧层 和一般的俯卧层 不一样什么呢 就是腰一定要踏下去 特别对腰不好的 腰椎间的话 这突出症 有非常好的环节 或者治疗的作用 另外一个 你踏下去之后 对这个腹部 减腹部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还有对两个肩 包握 从对七关节 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由于这个一米俯卧层 也是两个胶尖找体 两脚 两腿 一肩平寸 两个胶尖找体 在伏下去的时候 以鼓气为主 起来的时候 撑一手 吸气 这样配合好 一米俯卧场 它有很多好处 特别是我们 做办公室这些人员 你这个 静 肩 腰 很多地方都不舒服 都不好 不是很好 通过这么一个 简单的运动 使你的颈椎 这么 是不是带到了缓解 还有你的腰背不舒适 也带到了缓解 还有把握你的器官 整个对你的身体关节 是一个很好的改善性的锻炼项目 这个项目呢 简单 有效 你每次做六到八个 做完之后就感到很舒适 根据你的情况 一天做三到五次都可以 这是一项比较简单的办公室运动 也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 除了这些之外呢 当然还有更简单的 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什么呢 深揽药运动 每一次啊 身上六个揽药 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一开始往上 自己的正前方 哎 身揽 对 正前方 身上的时候呢 一定要听两到三秒 然后再下来 然后呢 自己的左后前方 哎 身揽 哎 左后前方 然后自己呢 硬后前方 哎 最后一定要把这 这一气啊 要哈出来 这样的话 你的心情更粗畅 所以提到非常好的 调节心情的方法 另外要增加肺活量 办公室这个人员 最好 你做了一个小时啊 一定要在你的活动啊 十分钟左右 啊 一定要动一动 哪怕是啊 周周五 啊 健康的要站起来 或者啊 啊 纠坐三身 大家一定要动起来 大家有这个动的意思啊 啊 十量的运动 可修的运动 是由于健康 科学运动 合力饮食 全民全运 健康生活 长期 长期久坐办公的人群 更应该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增加锻炼 或者学习这些简单的办公室运动 在办公间隙完成 一 在办公室或楼道中进行无声跳绳 既不用买绳也不会影响他人 二 一米俯卧撑 缓解腰椎颈椎紧张 三 伸懒腰运动 使心情舒畅 增加肺活量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手汤 裙带菜虾滑汤 锅中倒入长安花菜籽油 放入口模 口模煎出汤汁 用剪刀剪成小块 倒入一碗水 放入白胡椒粉 加入泡软的裙带菜 水开之后挤入虾滑 调入盐和鸡精 再稍稍煮上一两分钟出锅 清爽利口的裙带菜虾花汤就做好了 欢迎继续看由高原小的一味更香 传花菜籽油 特约支持播出的好管家 我是主神佐姨 接下来呢 为大家请出一位新朋友 李培荣 欢迎李大厨 你好 我也知道呢 这个李大厨是一位地道的广东人 广东哪里呢 广东茂名 广东茂名 其实说到广东菜啊 真的是近几年在西安是非常的受欢迎 因为它的这种食材的特色 包括它味性的特色 都是比较偏好现在我们的一些健康理念 都是比较养生一点 今天带来的这道美食是什么呢 新沙姜鸡三环鸡 沙姜是一种香料 在两广地区比较常见 广东人多用沙姜煲汤 入菜和鸡肉搭配比较多 比如有名的盐鸡鸡白切鸡就会用到沙姜 先来看看所需要准备的食材有 三黄鸡 沙姜 红葱头 生姜 葱 生抽 老抽 蚝油 盐鸡鸡粉 淀粉 米酒 第一步要把咱们的鸡处理好 你看这是我们的一个广东茂名的一个鸡 三黄鸡 三黄鸡它的特点除了您刚说的它是鸡鸣比较小 就是要嫩一点是吧 它还有什么特点呢 它幼稚特别好 它这是散养的不跟健养的不一样 散养它肉质可能也会比较紧实 口味会比较好 先切碗 油黄黄的 先把它切块 我们今天主要用的是鸡腿部位吧 鸡腿部位 这只鸡腿比较肥美 因为我们的鸡都是散养的 所以说它的个头就稍微比较大一点 它们的运动量比较大 运动量大 所以长得比较好 肉质就比较好 这个就不用去骨直接带骨来 不用去骨直接带骨 切成块就行 切成块 我们切完了 这还有个鸡翅 还有鸡翅部分也可以用上 可以用上 这就是鸡最好的两个部分 一个鸡翅跟一个鸡腿 对 你看小朋友最爱吃什么 小朋友最爱吃鸡翅鸡腿 只要小朋友爱吃它一定是最好吃的 咱们这个鸡块剁好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把鲜沙浆 鲜沙浆剁成熊 这就是鲜沙浆 就是的 我刚才以为其实是芋头 因为真的很像煮熟那芋头切成块 它是生的 这是生的 新鲜的 对 但是某人一看真的像煮熟的芋头 鲜沙浆是一个什么品种的 它也是浆 它也属于姜的一类 它是一种香料味 香料 特别香 对 它不是那个姜 单纯那种鲜辣味 它好像还有那种符合的味道在里 比较柔和一些 比较柔和 这是属于叶溪最特有的一个 那这个我们西安能买到吗 西安可以买到 但是不是这边的特产了 不是这边的特产 这个太神奇了 咱们这个料头要做什么呢 我要把它剁成姜油 放到鸡里面腌鸡 腌这个鸡 它平时在广东菜里 都会用做什么样的一些菜品的料头呢 我们可以做猪熟 可以挤鸡 特别我们炒鸡的时候 就会下到这些 肉类 它的这个去腥 体现的效果应该比较好 好 咱们把这个沙姜 现在切成这个姜容了 姜末了 我看您今天还准备了很多这个生姜 就咱们平时用的这个生姜 姜块 这两个姜它区别在哪里呢 这两个姜区别 这个生姜它是去腥的 而且它还是个热性的 然后这个沙姜 它是有一种特有的香味 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沙姜 能拿我们的生姜代替吗 这样子做出来的口味可能就略有差别 我明白了 其实可以是可以 但是如果沙姜和生姜一起并用的话 可能风味更佳 特点更好 我们先就切这么多就够了吗 够了 那盘子里这些不用了吗 盘子里面一会要放进这里面 焗这个鸡 就像咱们平时一些砂锅焗鱼头 比较做这个料点 明白了 好 现在沙姜已经切好了 我们就放在这个鸡里面 腌这个鸡 明白了 咱们现在切的这个沙姜是为了去腌它 那现在这个鸡块我们要开始腌制了 要腌制了 我们先下点生粉 生粉 然后盐集鸡粉 盐集鸡粉 现成配好的鸡粉 这个能买到是吧 这能买到 西洋市场上菜市场上都有 很好买的 还有蚝油 我发现月菜特别喜欢用蚝油 蚝油 提鲜 提味 蚝油的鲜味特别好 对 尤其是砂锅宝之类的就特别爱用蚝油 就是 给点生抽 然后给点油 好 我们眼模式的这个长安花菜籽油是特别的充足 随时都可以用 用菜籽油来腌一下 然后再给上一点点老抽 也可以上色 要搅拌均匀 就是提前来腌它 来入味去腌它 搅拌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广东菜它可能做起来比较复杂 但是其实每次我发现咱们专业的广东主厨大师傅在这个节目当中做的粤菜都是营养口味都非常棒 但是制作起来蛮快手的 比如说今天这个提前准备阶段我觉得就不是特别的难 就是的 好了 现在咱们就把鸡拌好了 腌制一下 腌制一下 腌上两三分钟 那很快 我还以为要腌制半小时 那太快了 太好了 正好我们把其他的一个步骤准备一下 这时间就差不多了 好 砂锅已经准备好了 砂锅 我们准备好砂锅 加热糖 我们给锅里加上高原小粒味更香 蝉花菜籽油 绿色小榨菜籽油 用这个先加一个底油是吧 先加个底油 然后把这个鲜沙姜 对 还有这个红葱头 红葱头 鲜沙姜块 还有生姜块 咱们先炒一下 先给它煸香 先炒一下 煸煸香它 这个其实是做菜的铺底是吧 而且它还能够防止湖底 防止湖底 对 我们今天用的是橘的方式 那橘的这样的一个烹饪特色 它到底有哪个具体的特点呢 橘它就能保持这个菜品的原汁原味 营养保持的会比较好 营养保持的比较好 比较全一点 所以我觉得越是橘的这个烹饪方式 它对食材的这种品质要求越高 因为你要吃它的原汁原味 那它的品质一定要好 就原汁原味味道才会好 就是 我发现这个橘跟之前我们一些广东师傅们 在节目当中做菜的一些什么 折折宝那个折呀宝呀 这个工程方法好像感觉挺接近的 它都是相同的方法 哦 那教法是不是不同 嗯 教法不同 哦 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学习了 你看这个有点折折宝的感觉 嗯 是不是那个 那个响声 嗯 折折的响声 对 料头已经煸香了 我们把这个鸡块摆上去 哦 扑上去 扑上去 腌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觉得它很快 因为我们把调味的过程 其实在腌制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 嗯 就是 哇 这个铺鸡肉的时候 其实闻不到鸡肉的这个腥味了 反倒是料头煸香之后 这个葱香味 姜香味这个味道特别好闻 嗯 配合菜籽油的这个味道 一下散发出来了 嗯 我们再把这个汁子 嗯 不要浪费 淋下去 不要浪费 嗯 然后盖上盖子 开大火 然后我们现在浇上我们的广东米酒 哦 现在就浇啊 浇上一圈 哇塞 要那个锅气是吧 嗯 它用这个酒来挤这个鸡 哦 明白了 嗯 这个其实也有去腥的效果又提鲜 嗯 嗯 这样就焗15分钟左右 就可以啊 嗯 15分钟就好了 其实是一道蛮快手的菜 你看咱们如果在家一般炖鸡啊 炖排骨啊 做肉类的菜 嗯 差不多快则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甚至有一个房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去走 嗯 这也是我觉得就是橘这个烹饪方式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比较的效率高 嗯 很快 嗯 而且这样的一道菜15分钟之前咱们前后准备下来 可能半个小时差不多就能出来了 嗯 嗯 太棒了 也特别令人期待 那咱们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吧 我们爱特好玩家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呀 这个因为有气孔嘛 它这个香味真的是持续飘过来 太有人了 嗯 特别的香 嗯 就是了 可以了吗 可以了 打开看 小心烫 哇 这个鸡肉其实这样焗的方式熟得特别快啊 嗯 熟得特别快 可以关火了吗 可以关火 好 现在咱们把葱花撒上 哦 配点颜色 太好看了 广东大厨用广东调料做出来的粤菜肯定原汁原味 一则是指非常地道 二则是指用鞠的方法保留了鸡肉本身的鲜美 沙姜在这道菜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您想在家做这道菜 沙姜啊可是不可少 好了 欣赏了之后呢 接下来可以好好地炒银腸了 我们已经提前用公块把它分好了 现在咱们卖出就餐呀 跟朋友聚餐 包括在家里 请亲朋好友一起吃饭啊 我们尽量的使用公块 空勺 这样会更加卫生一些 嗯 就是 食材的选择很重要 今天选的这个三黄鸡呢 又鲜又嫩 吃到我嘴底之后 这个鸡肉的肉质非常地细滑 嗯 而且呢 没有一点腥味 很鲜 鲜美的感觉 而且整个的味型是咸鲜可口 没有太多其他的滋味 但是就这两点已经相当棒了 虽然说广东菜的这个特色 是原汁原味比较清淡 可是这道菜 我觉得它还是能够很好的 打开我们胃口 让我们再来看一遍做法 第一步 鸡切块 第二步 沙姜切碎放到鸡肉里 加淀粉 盐炖鸡鸡粉 蚝油 生抽 油 老抽 搅拌均匀 第三步 砂锅里倒油 把沙姜 红葱头 生姜 炒香 铺上鸡肉 盖盖 浇一圈米酒 居15分钟 最后撒上层花 管家小账本 主料30元 辅料10元 总共花费40元